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8邀请赛 不仅测试赛事的准备程度 也要为听障奥运来造势 明年9月2009台北听奥就要正式登场 为了测试主办单位的准备状况 听奥球委会即将在今年的9月5号到10号 举办2008听障奥运邀请赛 最大的目的是希望让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有这个经验 可以从接机到送机 然后包括中间整个比赛的过程 整个来熟悉一遍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小型规模 我们大概邀请了十几个国家 然后来参加其中五项的比赛 要打响听奥名号 最新一波活动就是2008听奥邀请赛 包括了跆拳道 柔道 以及空手道的舞蹈三项 以及足球 还有桌球赛 邀请运动顶尖的国家前来台湾共襄胜举 我们把项目的重要性跟我们对于这个项目比较不熟悉的因素考虑进来 那邀请的都是依照他们过去的比赛 成绩比较前面 邀请各国顶尖好手共襄胜举 听奥球委会表示 一切都在进度规划当中 而今年中央8000万补助款也到位了 到时候更将有一系列的活动 宣告2009台北听奥即将展开 那我们除了这个邀请赛以外 我们其实还设计了一系列的倒数祭食的活动 等于365天的倒数祭食 这其中包括万人首语的一个倒数祭食 然后还有我们会在台北市的一些重要的地标附近 然后设定这个倒数祭食的钟 然后我们也会在我们的活动过程里面去介绍 来帮我们代言的几个代言人 在关键倒数一周年 相关单位上井发条 希望大家一起动起来 为即将到来的台北跳做好准备 记者欧佩军黄宝彤台北报道 主办单位为了要筹备9月份的邀请赛 特地请金华国中负责开闭幕的仪式 而筹备过程也特地请台北龙剧团的听障朋友 一起来共襄盛举 这原本是美式一桩 不过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没有帮与会的听障者申请专业翻译员 导致他们无法加入会议的讨论 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接着我们就带您一起来关心 筹备2009台北听奥这样大规模的赛事 动用到的人力物力不计其数 其中更需要的是各个单位的协调配合 为了要让今年的2008听奥邀请赛更有看头 开闭幕典礼更计划邀请听障朋友参与演出 不过却因此发生了误会 代表台北龙剧团的听障者张景峰 受邀与会讨论开闭幕仪式 不过事前负责召集会议的金华国中 却没有帮忙申请翻译员 由于会议需要专业的手语翻译员 如果跟听障者进行比谈 速度比较慢 同时也会影响会议的进行 现场有起冲学校的老师 好像是秘书 还好他会手语 我请他过来帮我翻译 不过他的手语我看不太懂 翻译有缺漏比得慢 会议提到运动会中很多的细节 都无法完整的传达 尽管是举办跟听障者相关的活动 一般人还是很容易忽略听障者真正的需求 金华国中事件在双方沟通过后 已经圆满落幕 并且表示日后有听障者参与的会议 都会提供手语翻译员 弱势族群的需求需要被看见 另一方面 弱势者也要适时表达自己的需要 如此一来 相信双方认知上的落差会减到最低 记者欧卫军黄宝彤台北报导 开口微笑举手欢迎 2009听障奥运在台北 我是小叔 我是武龙 动动双手 大家一起来学国际手语 武龙 以前你教过周一到周日的国际手语 是在简单又使用 那你平常生活中有在比了吗 有啊 我碰到小朋友比给他们看 完全难不倒他们耶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一月到十二月的国际手语 要怎么比呢 这就难倒我了 没关系 我来示范给你看啦 好了好了 国际手语的比法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国际手语 轻松比 听障奥运 旧泰尼 五月 五月 二月 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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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 五月te语 六月 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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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覚�die 十二月 八月白百万超 Bon Four